哈 非常榮幸過敲的人 能夠獲得青睞 謝謝台北文學長 謝謝各位評審委員 以及正在閱讀這篇小說的所有讀者 我在疫情之下的文學主張 疫情本身就是非常適合探討的行作材料 日常生活的巨變 疫情帶來的恐懼感 在這個當下 雖然生活型態 必須經歷不斷變化 然後更改變還有適應 但是我認為反而更有機會回歸到更 因為更本值得觀察 閱讀跟書寫 按讚